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今天我想续讲名门碎尸案 之前那条片我就用了佛家的四种关系的概念 就是土债 还债 报恩 报怨去解释 我今天想用另一个角度 就是主导默论的角度 如果大家听到不知道是什么 暂时不要转台给个机会我 我会用一些很浅白的方式 让大家很容易明白的 好不好 譬如星座那样 就是你是巨蟹座 你是天平座 我是相遇座 这个是很容易知道的 你只要知道别人是哪月哪日出生 就已经知道别人是什么星座 所以你见到星座是很容易很普及的 但是如果你想很深入的了解的话 你都需要开的所谓的星座命盘 看完你的十二宫 看完他们的角度 这个就太深了 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但是你发觉其他的系统 例如紫微斗素 你到底是什么座命 就是天璣 紫微 对大家更熟悉的杀破浪 就是七杀破军贪浪 这个你发觉是需要连月一时 所以就变了不是大家 那么容易讨论到的话题 我今天的再难换点就是主导默论 主导默论 正常来说是真的要查询 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默论主导的 但是我今天想讲的方法就是 让大家可以从那个人平时的行为举止 他的日常相处里面 你能够一规究竟 他大约是一个什么默论主导的人 当然了 这个观察可能是准 也可能会有偏差 因为视乎你和他到底有多深入 还有这个人有多在你面前 将他们现在住的那间屋 卖了套现 而旷盛这一家的疑犯一家人 就认为 你这样买一层楼 你不安置 我就会没有地方住 但是根据死者的朋友所说 其实不是 他是想卖了它 换个第二个地方给他们 其实心里想换个更大的地方 当然所有东西 现在都是空口讲白话 因为现在已经没办法见到 这件事的后续发展 所以到底哪个版本是真 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 但是为什么嫌疑反 旷盛一家人会这么大反应呢 这个时候就用默论主导的概念去看 根据资料显示 今次的杀人瑞仙案的幕后主导 就是前家庸旷求 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他支持一位警员 但因为涉嫌捲入了一件的强奸案 据闻是强奸一位报案人 所以他后来就自行离职 好像也没有被起诉 我们根据这个所谓的profile 即是他的側射 他的人物性格的设定 以及今次这个作案动机 就能够以側面去印证 他似乎是一个底伦主导的人 到底底伦主导的人有什么特质呢 底伦主导的人首先就是 你什么都是想自己 想自己的利益 想自己的生存 即是简单地说 任何人你只要阻碍我搵食 你只要阻碍我发达 你只要阻碍我的利益 你基本上就犹如杀我父母 我是会采取很激烈的行动 但是激烈行动的程度去到有多激烈呢 就视乎那个人的文化修养 还有没有宗教信仰等等 所以其实这些所谓的道德约束 教育程度这些 全部都会在很大程度上 起到一个规范的作用 譬如假设一个底伦的人士 但是他生育在一个俗称底伦大国 即是一个邻近地区 而那个地方是大家都是互相斗恶的 大家互相斗浅多 根本就是从林法则这样 大家就是斗 哪个手臂大 哪个有肌肉 哪个有权力 哪个有钱 哪个就说了事 那你会想象到 这一个人 他是没有什么道德规范的 他只要能够赚到钱 他只要能够上位 他会是无所不容其极的 但我们见到似乎这个情况 在今次这个幕后主佬 矿球身上也能够体现到 就是他只要觉得避受威胁 他会作出一些很不理性的反迫 很不理性的手段 即使他觉得他的前媳妇 是想卖了一间屋 而卖了一间屋 其实是可能导致他 他无家可归 或者是住在一个更小的地方 就是我怎么知道你安置我 那个地方 是不是比现在更漂亮 还是会是很小 你会随便执着我 去一间脸床屋就算了 正常人不会杀人 但是一个没有约束 没有规范的底论人 是会做得出的 因为对他来说 在英文就是说 是一个 matter of survival 就是我的生存有关 那什么叫做我的生存有关 就是你直接威胁到我 我必须要随之而后快 因为只有你不存在 才等于这个威胁不再存在 所以在旷球 这位嫌疑犯 这位主脑眼中 就是只要这个威胁 就是前媳妇消失了 那我的生存就得到保障了 我就可以继续住在这间豪宅 这间大屋 他可能天真地觉得 只要受害人死者死了 因为他和他现在的先生 即是淡仔太子野 是没有正式注册结婚的 所以到时这个遗产继承 就必定由他儿子的两个子女 所继承 那我就可以继续住 因为我是公公的 那当然这个就是和知识水平都有关 就是说到底你现在 现在是不是杀了人之后 你还会继续住在这间屋 还是你会住在监仓 是吧 所以我们很强调就是说 为什么你不论是什么 不论主导也好 其实他背后 他的成长 是绝对有关系的 父母的教育 他生长的国度 他的环境 以及有没有宗教信仰 这些全部都会有影响 绝对不是说 所有底论的人 都是会一言不合 只要觉得你威胁到他 他就会怼你 然后碎了你 兵不是这样 有些人是很底论的 他实际上他真的是底论主导 但是底论主导的人 他有另外一个很强大的特质 就是他是很能够坚持 即是他觉得那些要做的话 他会坚持到底 这些人会发觉 他开一份工作 做很多很多年 或者他有一个计划 他觉得合作 他一定会执行到底 所以你见到 这位嫌疑犯主导求歌 他觉得自己 只要杀了死者的话 他就能够继续 安享晚年 住在这个豪宅 他就走了去执行 所以底论主导的人 你觉得是不是恐怖呢 其实可以说恐怖的 因为他真的可以一言不合 觉得你威胁到他 他是会做一些很激烈的手段 但是激不激烈 也真的看他是一个什么地方 什么成长背景的人 我们很简单理解 如果他是一个北欧的底论人 可能会是一个很恩勤恩实 很努力工作的一个职员 是吧 那这些是一个好职员 在老板眼中 他就是很怕没了份工 他会很努力地上班 很努力地完成你交代的工作 因为对他来说 他的工作就是保障他的生存 所以如果你阻止他上班 他都会很不同 但是因为他是北欧长大 所以他可能会比较文明一点 但是如果是一些比较不文明的地方长大的 比如很多毒梟的国家 或者是一个专制政权的话 大家手臂斗大的 斗恶的 斗有权 斗有钱的话 那就未必是这么遵守法则 所以一再强调 你怎样留意那个人是不是底论 就是似乎他跟你有多熟 如果你知道他的真实想法的话 都是挺可怕的 因为只要影响到他 例如那些说 我不管你们争取什么 总之我要上班 你不能阻挡我上班 其实你已经想到他是底论 因为对他来说 追求什么民主自由 或者任何一些理念上的 只要不是实质的 对他来说都不重要 因为你这些空泛的东西 有什么意思 民主可以当做饭吃 这些很明显是底论的人所说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说 你发觉很多底论的人 都是俗称的蓝丝 因为为什么 在他眼中他真的理解不了 他并不是真的因为 他是有心想跟你作对 是他真的理解不了 为什么你们要追求这样的东西 有什么意思 其实最紧要去找食 最紧要上班 你追求这些来做什么 可以交租 可以供楼 在他们的世界是理解不了的 正如他也理解不了 一些哲学 宗教 但你发觉有件事很有趣 就是他们 就算说会去拜神 或者说有宗教信仰 往往他们这个行为 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很现实的需求 比如他拜神是求心安 什么是求心安呢 就是保佑我出入平安 大吉 身体健康 然后赚到钱 如是等等 是有些很实质的需求 他相信他做这件事 就是装香拜神 他就能够换来一些好处 他并不是在一个角度 就是觉得 我冥想 我将我自己的人提升 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并不是这个角度 所以你看到 同一个行为 大家都可以去装香念佛 但是底轮的人 他会更倾向于 就是保佑我 什么什么什么 升官发财 跟着家庭和睦 身体健康 出入平安 但是相反 如果是一个底轮以外的人 譬如我顶轮主导 他就会觉得 我希望自己能够有个灵魂的扬升 我希望我能够误到这些大道理 甚至如果他的顶轮是塞的话 他会说 我希望能够得到神通 你发觉那个角度是很不同的 不同麦伦主导的人 他想东西 和他对于人生里面所谓的approach 是会很不同的 比如举例 一个底轮的人 他买东西 他就会是实不实用 好不好用 耐不耐用 而不是那件东西漂亮不漂亮 能不能够为他增值 或者说 他能不能够了解他背后的哲学 他里面的理念 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可不可以帮他换食 能不能够 令到他在生活里更加便捷 所以他是一个很实用主义的人 你也可以理解他们很功利 但这些人一般 一般情况下是人充无害的 除非你直接威胁到他的利益 这样就会出现问题了 但是不用担心 如果你发觉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你爸爸妈妈 是真的很底论的 什么都是想钱 什么都是想自己的生存 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那你不用太害怕 他会不会怀疑我呢 不用太害怕 只要他有一个道德规范 有宗教信仰 比如他相信有因果 他相信人在做天在看 或者他相信主耶稣基督 他相信死后会上天堂 如果做了坏事便会落地獄 这些都是很有效的道德约束 而我们可以反观 某些国家是完全无神论 没有宗教 这种情况的话 是会变得更危险的 会变得更接近 于动物的那种互相残杀 所以信仰不同也好 这种东西的存在 绝对是维系人类文明和和谐 一个很重要的基石 底论主导的人 最有很多的特质 千万不要觉得 所有底论主导的人 都会杀人碎尸 并不是这个意思 只不过在这个情况 因为这位嫌疑犯 他的行径和职业 和他今次的作案动机 令到我判断他是一个底论主导的人 和大家可以分享这些资讯 如果身边有底论主导的人 你放心 不用太担心 因为你应该不会这么不幸 而且你不要威胁到他的生存 你应该没事 但如果你发觉 你可能拿了他正着的东西 他会发觉他反应都挺大的 如果大家对这些话题有兴趣的话 留言给我 我未来可以多说一些 好吗 或者有其他 可能对健康 对我们身心灵的话题有兴趣的话 都是欢迎留言给我的 如果你还没赞订阅 希望你可以帮我一个忙 给你支持我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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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